神舟十二号报告 扩展本 夜楼已接通 完毕 熟光明白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 出差太空两个多月 装修锻炼看奥运 航天员太空生活乐趣多 能过电视收看奥运会 这也为我们的太空生活 增添了很多乐趣 漫步太空 中国航天踏上怎样的 新征程 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神舟十二号的航天员们 第二次实现了出舱的太空漫步 那么第二次出舱工作 历史是大约六个小时 这比预计的时间缩短了一个多小时 这一次太空出差三人组 聂海胜 刘波明 汤洪波出舱的 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 舱外活动六个多小时 航天员们怎么吃饭 怎么喝水 那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 有哪些神奇之处 今天晚上呢 我们和两位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这些 好玩又有趣的话题 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的研究员 杨宇光 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赵平 欢迎两位 那首先呢 在开始讨论之前呢 我想我们还是通过我们的独家画面 再来回看一遍 航天员们在太空是怎么样互拍的 执行第二次出舱任务的航天员 是聂海胜和刘伯明 由汤红波在舱内进行支持配合 早上六十许 两名出舱航天员穿戴好个人装备 在进行了气密性检查 节点舱泄压 吸氧排弹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 顺利打开舱门 神舟十二号报告 舱门一打开完毕 熟光明白 八十三十八分 航天员聂海胜第一个出舱 他首先要完成在机械臂上 安装脚线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 时时十二分 航天员刘伯明也完成出舱 随后机械臂将航天员聂海胜 运送到安装扩展泵组作业点 神舟十二号报告 扩展泵 夜楼已接通完毕 熟光明白 在舱内航天员汤鸿波的配合支持下 聂海胜和刘伯明成功完成了第一项作业任务 安装扩展泵组 安装扩展泵组 这实际上是提高和一层可靠性的一个措施 加上这个泵以后 相当于温度控制系统 关键不见 多了一种备合手段 可靠性相应的就提高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十二点二十分 两名航天员刚刚完成了第二项作业任务 就是台生全景相机地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整体的作业时间都比原定的计划 早了有几十分钟 航天员在出舱作业的时候更加的熟练和自如 两名航天员在太空的互拍 记录了聂海胜站在机械壁上 与地球合影的瞬间 十四时三十三分 聂海胜刘伯明密切协作完成了舱外工具箱的安装 至此既定的出舱任务全部完成 神舟十二号 我是曙光 祝贺你们 圆满完成了 神舟十二号 两次出舱活动任务 感谢广大人员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团结一心 所有的任务是我们整体完成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大家 郑厅宁海胜刘伯明和汤鸿波 是进行了第一次的出舱活动 当时大概是七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第二次的出舱活动 大概是六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来说说跟第一次 这两次的任务有什么不同 难度系数有什么不同吗 正如你所言 那么这次规划了七到八个小时 但我们只用了六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那么比上次就是时间反而要短 但实际上这一次的任务 是比上次更为复杂的 那么上次就是说除了我们验证 就是说利用机械臂辅助航天员 进行位置转移 以及我自己爬行 那么进行这个位置转移以外 那么就是验证这两项关键技术 那么这一次呢 其实呢就是我们还要安装一个扩展的泵组 当然了还有一项相同点 就是安装这个抬高 抬高这个全景相机的位置 因为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呢 我们的长征五号的整流罩 已经是我们目前中国航天 最大的整流罩了 直径5.2米 但是即使如此之大的整流罩呢 我们的这个全景相机啊 它位置也不能安得太高 否则的话它就会突出这个整流罩的包裸 就不能发射了 但是呢到了天上以后 没有这个限制了 那么我通过把它这个相机呢 抬升更高 其实可以看对比一下 它的这个之前和之后的画面 我受这个仓体的遮挡就更小了 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呢就是说我这个视野更宽阔 那么就是说我这些全景相机啊 上次是全景相机A 这次是全景相机D 那么这些全景相机呢 它对于周边的这个状态的监视 就是更加全面 尤其是在机械臂运动 还有来访的航天器 它在移动的过程中 我有更精确的监视的画面 对于我确保安全 确保精确的操作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相同点 但是呢这个扩展泵组 是这次新安装的 第一个不同点就是说呢 因为扩展泵组呢 就是它不像这个全景相机 它原来就在那个地方 我只是需要给它 就是下面加一个支架 给它抬升 而这次扩展泵组 完全是从舱内拿过去的 30多公斤重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物体 当然了对于施重环境下 30多公斤不是个大的问题 但是也有一定的挑战 而且呢它的安装 也比过去要复杂 我们安装全景相机呢 只需要把这个电路 接通插拔就可以了 那么这次呢 除了电路要接通以外 还有夜路要接通 因为我们知道 这空间站呢 运行在一个300多 到400公里高的 这样一个真空的环境 太阳直射的时候 它有150多度 太阳这个没有的时候 应景区零下100多度 所以说呢 这样极高级低温的这个环境 热控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要保证航天员 在内部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那么这个热控系统呢 最主要的是有一个 就是液体的这样一个回路 那么就跟家里用的空调 是一样的 空调呢 从室外机到室内机 它这个热的传导 是要有液体的流动 流动靠什么 靠泵 就如同我们的心脏 要就是说 把这个血液泵到全身一样 那我们在舱内呢 有一个泵组 那么但是呢 就是说受这个 我们内部空间的限制呀 不能再就是说 等于是装更多的泵组 把这个扩展泵组 安到舱外 相当于我们有了一个备份 更有利于空间站的安全 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介绍 赵老师 我们换一个视角 你怎么看待 这次我们的航天员出舱的 这样一个任务的亮点 我想可能对于这个航天迷来说 就会关注像杨老师提到的 各种技术参数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没有那么懂得航天技术 更多去关注的是 航天员他所穿的这个宇航服 看起来还是比较轻便 虽然大家印象当中 航天服宇航服都会特别的重 而实际上这个宇航服 它也是达到120公斤 是很重的 但是非常柔软 所以比较随时 在操作的时候 会感到非常的方便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航天服本身 它是可以循环利用的 这也体现出 宠立一件小事 体现出我们国家 在航天事业发展当中 以小钱办大事 降低成本 但是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因为这个航天服 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六层 既要有防辐射 同时要进行温控的功能 要防热 要防低温 但同时它可以反复利用五次 这就会大规模地去降低 我们航天事业发展的相关成本 因为这一个航天服本身 一般就会值3000万以上 如果重复利用五次的话 就相当于每次只有600万元 这个成本就大幅度下降了 那么从我们国家 航天事业发展的角度来说 对比大国都极其重视 在航天领域的投入 特别是资金规模 财政预算都非常大 比如说美国 2019年美国NASA的财政预算 就接近200亿美元 如果要涮上 比如美国的五角大楼 还有民间的投入 加到一起 大概有七八百亿美元 而中国的财政预算 大概只是相当于 它们几十分之一 所以从航天服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在航天领域 我们虽然攻坚克难 取得了很多成就 从最开始的 这个无人的飞船 一直到这个神州五号 载人飞船 一直到我们空间站的发射 只有十几年的时间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我们在预算方面 千方百计去控制成本 这样才能花小钱办大事 的确我们也特别关注到 咱们这个新一代的 这样一个飞天航天服 刚才赵老师介绍了 它有120公斤的重量 造价是3000万人民币 我们对于这次的出舱的 这样一种类似 包括航空服在内的 技术装备的要求 到底有多高 确实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知道 载人航天有三大基本技术 天地往返技术 交汇对接技术 和舱外活动技术 而舱外活动技术 它的核心就是这个 舱外航天服 它相当于一个独立的 一个小航天器 正如刚才赵老师所讲 它有独立的供电 它有独立的供养 它有独立的热控 以及包括二氧化碳的吸收 还有湿气的控制 有害气体的控制等等 那么尤其是它的热控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需要利用 我们看这次 还有上一次 我们两个航天员 都要先穿一个蓝色的 布满了管子的 我们称之为液冷服 因为航天员 在舱外活动的时候 它的活动量非常大 那么它的发热量 可以达到300到600瓦 这么大的热量 你靠通风已经没法解决了 必须用液体 然后来把它热量带走 然后用一种非常特殊的 称之为水生化器的 这样的设备 然后把它热量排到真空中 所以你看 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一个小的航天服 具有一个非常庞大的 复杂的这样一个系统 3000万客观来说 我们好像觉得很贵 但实际上 你对标一下 国际上其他的航天大国 它的航天服 甚至它的成本 其实是上亿的 那么可以讲 我们已经是 非常的物美价廉了 而且实际上 我们一代的航天服 其实它大概是 四五次的寿命 但是二代的航天服 其实它可以达到 15次的这个寿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每一次的成本 相对来说 就不是非常高了 好 那其实我们到今天 大家也可以算一算 我们执行神舟12号 飞行任务的 三名航天员 聂海胜 刘波明和汤鸿波 已经在轨工作和生活 60多天了 那转眼现在 已经进入了 入秋时节 航天员们的出差 进度条 已经走了三分之二了 太空出差 三人组 这两个多月 他们都做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也通过 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进驻 2021年6月17号上午 神舟12号载人飞船 发射升空 将聂海胜 刘波明 汤鸿波 三名航天员 送入太空 我们船主已进入 我们的太空家园 天河一号核心舱 装修 来到崭新的太空家园 三名航天员就开始了 忙碌的装修生活 拆包裹 搬东西 建新家 装水箱 装WiFi 装电脑 总之 一开始进入太空新家的生活 就是在搞装修 体检 长期的太空生活 航天员的身体健康 备受关注 怎么来监测 身体指标呢 这是采血化验 航天员之间 会互相配合 进行静脉采血 和血肠龟检验 这是鼓密度测试 像不像太空足欲 其实是把脚 伸进测试机中检测 看看鼓密度是否下降 以便及时干预 锻炼 太空生活容易造成 肌肉萎缩和股量丢失 航天员不仅学会了 自助体检 还上演了太空健身房里的 花式锻炼 到太空跑步台上 迈开太空布 通过重力模拟装置 施加一定的压力 将航天员束缚在跑步机上 另外 拉力带也是一个好帮手 你可以这么拉 这么拉 还可以这么拉 或者再来个倒立后空翻 连体操冠军都没有这么轻盈 东京奥运会期间 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 还看到了奥运比赛 发表了神舟代表团的 观赛感受 虽然我们的太空生活很忙 但我们也会在每天 休息的时候 通过电视收看奥运会 这也为我们的太空生活 增添了很多乐趣 实验 最近一段时间 航天员组装测试了一系列 科学实验设备 建立起实验环境 比如这个太空离心机 用于对试验样品的离心分离 已经组装完成 安装了离心机转子 还有生物样本和实验试剂的 太空冰箱 医学样本冷藏箱 也已经准备就绪 可以说航天员搞完了家庭装修后 又进行了实验室装修 今后更多的实验 可以在中国空间站做起来了 可以看到这60多天 我们中国自己的航天员 在太空中安了一个家 搞好了基础装修 配上了日常用品 可以健身 可以看电视 但是有家了 也不能天天在家里宅着 所以舱外活动 我们来说说 未来会不会成为 大家的一种常规的活动 是日常工作的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非常准确 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说 我们空间站建设 那么就是说 它有建设的过程 有维护运行的过程 还有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 很多的科学实验 是必须在舱外进行的 那么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样本 你需要拿到外面 去看它的反应 还有一些元器件 还有一些仪器 要在外面去看 它的情况怎么样 我出了问题 可能还拿回这个舱里来修 如果不行的话 还用地面再运一个 就是经过调整的来进行 所以说你看 这么多的事情 都需要舱外活动 所以舱外活动 是保证我空间站的 科研运行维护的 一个必要的技术 那么我们对标一下国外 应当说 我们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从第一代 非天航天服到第二代 而现在仅仅两次 我们的舱外活动 就变得如此熟练了 应当说发展非常快 但是你横向地 对比一下国外 仅仅是第三代 和平号空间站 它就曾经在 它的整个寿命期 做过80次以上的 这个舱外活动 而国际空间站 就是上百次更多 所以就是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今后有更多的 舱外活动 应该说以后 每一次乘组的轮换 它这个乘组 都会有舱外活动 无论是维修维护 还是科学实验 这样的舱外活动 我们说对于我们 空间站的建设 还有航天技术的 这样一个发展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 我想这样的舱外活动 实际上是我们 航空技术的 一个重要的展示 实际上航空技术的发展 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 战略利益 像航空技术 涉及到的很多领域 比如说像通讯卫星 像载人航天飞船 以及可能会涉及到 一些军事方面的应用 都直接关系到 一个国家的安全 传统的安全领域 人们都会知道 比如说像政治安全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 社会安全等等 这都是传统的安全领域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很多新的领域 开始出现了 我们管它叫 非传统安全领域 比如说像网络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 那么还有太空安全 极地深海 生物的安全 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 在这个非传统安全领域 我们国家加大投入 后来者居上 实际上能够更好的去保护 我们国民的安全 以及国家的安全 因此我们看起来 从外行的角度来看 大家在这个舱外 行走的这个图像当中 感觉到我们技术 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但是实际上 航空技术如果民用 也会带来极大的便利 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对 那么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手机 手机使用的是 无线通信技术 在此之前 人们如果是跨州 或者是跨国来打电话 使用的是深海的电缆 那么维修的成本也非常高 而且信号也没有那么稳定 现在可以是无线通讯 走到哪打到哪 特别的方便 那另外一方面 可能还有一些 大家经常用的这个技术 比如说地理系细系统 你跑步啊 开车啊 去用电子地图 用的是什么 这些都是和我们航空技术 息息相关的 因此呢 航空技术 它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利益 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也密切相关 为我们生活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 也创造了很多 消费的增长点 促进这个国民经济当中 技术创新 以及实现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杨老师觉得 我们现在 特别是航天员的 出舱的这种 活动的技术中 有哪些特别关键 可以转回民用 其实有很典型的例子 因为我们讲 这个我们出舱 七八个小时 你是必须要喝水的 你必须要排小便的 这个所以说呢 我们专业上叫做 尿液收集装置 那么不到两克的 这个尿液收集装置 就可以吸收 一公斤以上的尿液 就是航天员 不会很难受 这个程度其实很早 因为这个技术 本身是六七十年代 就已经有了 那么就是那个时候 其实就转化成尿不湿 无论是婴儿用的尿不湿 还是病人 承认用的尿不湿 那么都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好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 来听主播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我们为蓝色的地球家园 今天成了两名 中国航空员 互拍的背景墙 节目最后呢 我想再请大家 再来欣赏一遍 真正的太空大片 是怎么拍的 动腰动量 两人可以互相挥手致意 后续机械臂将运动至 中间点三 完毕 这两样稍微抬头一点点 好 现在可以 好 照亮 好 再一点点 好 左右 各号注意 我是北京 机械臂控制指令发出 开始转回至中间点三 动腰可以稍微抬头一下吧 就可以看到 动两个全貌 现在只能看到腰部一下 反了 现在可以 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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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 一百一 一百一